女人驾车在路上正常行驶 突然一辆警车响警报 让她停车 她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怎么回事 警察竟然一拳就将她打晕了过去 接着警察开始翻找她的包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但没找到她想要的东西 然后她从座位上拿起了女人的手机 她将手机关机后直接扔到地上 两脚就踩碎了 她又找了找车上 发现确实没有要找的东西 于是她将女人从车上拖了出来 扛在肩上就带走了 女人小美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而双手戴着手铐 手铐被一根铁链锁着 她害怕极了 想要挣脱铁链的束缚 可不管她怎么努力 铁链还是锁得死死的 听到了她的动静 有人推门进来了 是那个将她打晕的警察 旁边还跟着一个女人 警察搬了把椅子 然后坐在她面前 警察问小美 那不会把人删除的手机在哪里 小美明白了 原来他们是为了 那不删除手机而来 于是她故意装作不知道 警察知道她在说谎 不打算跟她兜圈子 直接掏出了手枪对着她 小美更加害怕了 她吞吞吐吐地表示 那个手机不见了 被她不小心弄丢了 警察还是不相信她 并且变得更加愤怒 尽管她说的是实话 她哭着跟她解释 手机原本一直放在 她的手提包里的 但突然就不见了 她也不知道去哪了 可警察完全不听她的 举起手枪就要打她 小美吓得嚎啕大哭 突然 女人赶紧拉住了她 她没想到老公真的会开枪 她相信小美没有撒谎 并把老公推到了门外 接着 女人给小美处理伤口 她告诉小美 之前在超市被她删除的女孩 是他们的女儿 在小美正身陷噩梦之中时 她老公和小帅还全然不知 小帅一早就给小美打电话 可怎么也打不通 她看到新闻才知道 小美下落不明 现场只留下她的车 她怀疑是小美老公 用那不删除手机 让小美消失的 而老公完全不知道 小美昨晚出门了 早上起床才发现 小美不见了 她也是从农场保安那里得知 小美在夜里的确开车出去了 而她则怀疑小美的失踪 和小帅脱不了干系 小帅来到小美失踪的地点 想要寻找一些线索 正好撞见小美老公 小美老公 以再次邀请她参观农场为用 想让小帅去她的农场 方便打探一下 关于小美的线索 而小帅也想借这个机会 搞清楚小美的失踪 是不是跟她老公有关系 于是 小帅同意了小美老公的邀请 并约明天在农场见面 第二天 小帅来到农场 小美老公带她四处参观后 他们来到马厅 小美老公给小帅介绍了 她买给小美 做生日礼物的那匹马 并表示她和小美 以前经常一起骑马 但现在很少一起骑了 因为她发现了小美搞外遇 其实她知道 小帅就是那个小美的情人 她就是想试探一下小帅 而小帅也早就清楚 小美老公知道了 她和小美的事 所以 她故意装作不知道 接着 小美老公告诉小帅 小美怀孕了 小帅一脸震惊 因为小美没和她说过这件事 小美老公发现 小帅表情不对劲 更加怀疑小美失踪和她有关系 并提出要给小帅拍张照片 让她好好看看她的表情 可她还没来得及举起手机 就被小帅一下推倒在地 紧接着 小帅急忙捡起那部手机 可她仔细一看 竟然不是那部伸出手机 当她还在不停确认时 她询问小美老公 小美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她把小美删除了 那部删除手机在什么地方 小美老公一脸猛逼 她完全不知道小帅在说什么 她反问小帅 她到底把小美带哪里去了 小帅这才意识到 小美老公完全不知道 删除手机的事 她害怕小美老公找她麻烦 所以她赶紧撒腿就跑 可小美老公不肯就此罢休 开着车一直追着她 小帅眼看就要被追到了 赶紧跑到玉米地里 与此同时 小美老公拿出手枪 也追随她进了玉米地 突然 小帅被吓得摔倒了 她赶紧爬起来继续往前跑 由于玉米感又高又密 小帅没法看清小美老公的踪迹 她只能通过听声音 和观察玉米感的摇晃 来判断小美老公的位置 尽管她非常小心 可还是被小美老公 发现了她的位置 还好这一枪也没打中她 接着 她集中生智 慌忙往小美老公的车边跑去 然后 她开着车就逃跑了 明镜下